話說呂不偉在論相遇獲得了一個重要的消息 就是趙豁要招募百名示威隨從 這樣就讓司空馬接近趙豁有了一個絕好的差事 真是天賜良原理 呂不偉辭了論相遇 驅車回府途經一條街巷的時候 路就被阻塞住了 他派御守去行人打探 原來前面就是趙豁的大將軍府 正在宴請百官為自己戰行 門前就搞到車水馬龍用祭不堪 呂不偉立刻命令御守 繞到回府 但是金銀勢遠就來到大將軍府 借著拜賀的機會 將司空馬推薦給趙豁了 大將軍府的門眉郎柱 游上了新七 如同女子的嘴唇上 善麗的口紅燕脂 呂呂呂呂呂呂 是張登傑彩的鼓樂圈天 慈禮而至的達官顯貴 化善水亂的妻妾奴脾 佩劍大規的軍衛 各人擦肩接種進進出出 呂不偉在客廳的旁殿上 等候了很久很久才被召見 只見少年得志的召喀 滿面春風地坐在斑爛的虎皮椅上 當他知道眼前這位敗熱者是呂不偉的時候 就開門見山地說 啊 我知道 你是寒丹城裡面 黑黑有名的大富豪 現在來賀熱本大將軍 必定帶了貴重的禮物來了 一句說話 令呂不偉就得出了召喀是一個貪男小人的結論 心裡就想了 如此追財逐利的人做大將軍 怎麼能不敗 趙國怎麼能不亡才行 呂不偉就叫徐重 立刻就呈上金銀勢院 大將軍即將出征了 小人自然是要有所奉獻的 計有百逼兩對 葡萄錦十匹 黃金十日 区区薄禮不成敬意 請大將軍少立 小人祝大將軍 旗開得勝 馬到攻城 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好 雷不偉就乘機說 大將軍 我聽說大將軍要招募示威隨從 小人門客中 有一位叫師匈馬的 願意侍奉大將軍左右 哦 好啊 對啦 本大將軍 剛剛好欠缺一名慈便棄者 就叫你們那個師匈馬先生來 幫我做慈便棄者吧 哈哈哈哈 哦 遵命 求借大將軍 小人回去之後 立刻命令師匈馬到大將軍徽霞 聽後調遣 各位 所謂慈便棄者 即是握著一個莊大小便的木桶 時時刻刻跟隨著召喀的身邊 隨時來解決他不時之需的伯役 士匈馬對於自己 以一個慈便棄者的身份來接近大將軍召喀 真的感到非常滑稽可笑 那豈不是侮辱他的人格 呵 搖眼的光斑 在鋒利的刀刃上快捷地跳躍 在這把短短的匕首上面 將要誕生鮮血淋漓的故事了 刺匈馬磨了一排那把匕首之後 又用手指試了一下刀刃 然後文件掛出 請用手指數 熟悉道 繼續磨起來 闖聲不出 沒有人知道 他磨這一把匕 bunu用的匕首是甚麼 也沒人問他 如果有人问他的话 可能他就会随便 编一个理由出来 烫住烫狗或者拿来防身 或者无所事事得闲 过头磨刀来消遣 总之理由已经想好了一大堆 当吕不伟 告诉他 大将军召闺 已经决定 用他为慈变弃者 真是没有给这个 更好的接触召闺的机会 这位统述千军万马的大将军 在他要使用变弃的时候 肯定要将警惕的刀剑 放在军杖之中 然后就毫无戒备地 在某个角落 蹲在他所持的变弃上 肆无忌惮地排泄 刺控马 捏手捏脚又可以 大步流星又得 走到某个部位 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召闺面前 一下子将匕首向前插又得 向后插又得 直接插入召闺的前胸或者后背 然后可以看到他的血 流入吓入袭 到那时 这位不可一世的大将军 就会像一汽泥般垂倒在地 但是司空馬一想到他這件驚天動地的壯舉 將要籠罩在令人作惡的臭氣昏天之中 卻不過有幾分的沮喪 之後 一切都無足輕重 逃利也好 被捕也好 就算是碎屍萬段也好 一切亭天由命是 是燈火攔珊的夜晚 雷不韋將要為他舉行戰別酒會 這個酒會可能只有兩個人參加 司空馬磨完了匕首 太陽剛剛開始偏西 這段期間 他還有相當充實的時光可以給自己支配 他還有一件營擾於心的事未做 他急不可耐地想見趙姬 讓趙姬在即將發生的一幢悲壯故事的面前 為他感到驕傲和激動 這些日子以來 趙姬那副美麗的容顏令到司空馬有點觸摸不定 他覺得這位絕代家人 好像故意躲避自己那樣 好像今天早上 他遇見趙姬在井邊吸水 他就趕快走過去幫他拿著水桶 但是趙姬呢 就好像遇到汪池一樣閃開他 他自己一個人趕快跑去井邊 假如在往時這種情況下 趙姬一定會有意放慢腳步 被他那雙男人的粗勵的大手 壓著木桶的提亮 然後就跟司空馬一起 肩並肩地來到井邊 來到井邊之後 趙姬一定會探頭向井下看過去 心亢神儀地看著井裡倒影出來的 他和司空馬兩個人貼得很近很近的樣子 但是現在 真是奇怪了 趙姬去了哪裡呢 司空馬找了幾個地方 都見不到趙姬的身影 儘管很多門客和博也知道 司空馬要去大將軍召喀的徽下 當一名君卒了 但是雷不偉為他舉行的酒會 就只有他們兩個人參加 幾盞高燈挑到了最大的光幅 黑暗被驅趕到很遠很遠的角落頭 整間屋的四周圍 都被幾盞高燈照得如同白酒 神志的食案上 各種佳謠排列成陣 背上之中 浸滿了禽漿肉液 幾杯酒落肚之後 呂不偉就問他 司空先生 快到疑立之年了 司空馬就感慨萬端地說 疑立之年 那些都是明日黃花了 小人今年是三十有二啊 我 真是白驅過驅 曉光已逝 司空先生的年齡和我相仿 還是決然一身形單隻影 沒有取妻生子 唉 這些都是我做主人的體術照顧得不夠 慚愧 慚愧呀 司空馬就很坦然地說 唉 這些事 一點都不能怪罪呂大人的 大人 也都向我引戰了不少的妙齡女子 但是 都是我自己回絕的 大人還為我買爐洗皮 都是我自己拒之不受的 呂大人 正所謂食色性也 世上哪有一個男子不愛美色的 我不僅是愛色 而且還要甚於一般人 唉 但是我們這些人 由衷不定生死未卜 說深一句 我是不想在自己身後留下一串孤居的女子 唉 唉 不過這樣 我也想我女人知味 都算是死而無憾 當然 我就不如呂大人佔盡風流 重情歡愉 雷不偉問他 師兄先生 還有什麼眷屬親人 這樣 沒有了 沒有了 我父親還沒死的時候 告訴我 有一個遠房叔叔 叫做師兄雅 我住在魏國的國都大娘 早幾年 我幫師兄去那裡收債 找過他 但是已經是人去失控 聽說搬去楚國的影都 但是我托人打聽過 都是廟無音信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真是揭然一身 沒有親朋自有 雷不偉就問他 雷不偉就問他 是這樣 師兄先生 一旦有什麼事的話 對雷某還有什麼交代 雷大人 唉 我師兄馬 是相信吉人自有天上的 我凡事都會逢空化吉 如果我能夠平安無事地回來 我師兄馬 願意繼續投靠呂大人的門庭 如果 如果真是有什麼不幸運的 奉年過節 麻煩雷大人 派人去我的墳頭打個草坯 燒著香就可以了 又試再喝多幾杯 師兄馬更加冥頂而醉 在醉眼朦朧之中 他又看著雷不偉話 雷大人 小人似去 來日無多 用小人 胡言亂語一句 他不知道行不行呢 士雄先生 有說彈港無防 雷大人 雷大人 我想問你一句 你是不是要取趙姬為妾 你是不是要取趙姬 啊 什麼話 這個問題 問到呂不偉 有些措手不及 嘔吼吼地說 你 你 你為何這樣問呢 但是師兄馬是窮追不捨地說 你說 你說吧 你是不是要喜歡他 你是不是要取他為妾 沒有啊 我沒有這個意思 那就好了 哈哈哈哈 就這樣就好了 雷大人 我有一個請求 請你讓趙姬 今晚 就為我過母一宿 聽到師兄馬這樣一說 雷不偉是全身一震 一時之間 都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 過了很久很久 他才鎮定回落地 師兄馬一定是傾心於趙姬了 難道趙姬對他曾經有個暗示 答應過他 在這個生死攸關的時刻 師兄馬僅僅讓他過母一宿那麼簡單 或是師兄馬想擁有趙姬 肯定是想擁有他 一朵含包待放的鮮花 就要從眼前這個人去採揭了 還要被他糟蹋 哎呀 雷不偉開始後悔 他覺得剛才自己怎麼能夠掩著心來說自己不想取趙姬為賜 雷不偉開始感到自己有點內疚和後悔 他不應該欺騙這個即將為他捨生亡死 赴湯道火的朋友 你想想 人家連命都可以豁出來了 還換不到自己一句真心說話嗎 你應該屁肝力膽 應該忍痛幹愛 就算做生意 都要投下本錢 更何況現在你要師兄馬去為你死 想到這裡 雷不偉就極力平心靜氣地說 好啊 就叫趙姬陪你歌舞 有什麼不可以啊 行啊 沒問題 接著 他就叫黎博奕 吩咐說 你去告訴趙姬 準備一下 今晚就陪伴師兄先生歌舞一叔 雷不偉跟師兄馬的酒宴 一直喝到半夜三更 然後 雷不偉就看著師兄馬 中下中下地向趙姬的防寢走去 而他的喉嚨核就滑動了一下 心裡是十五個吊筒七上八落 各位 究竟師兄馬和趙姬是如何度過這一叔的呢 且聽下回分解 請下回分解 請下回分解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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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